第六章 论因果 导读 经上说 菩萨谓因 众生谓果 菩萨控遭恶果 欲先断除恶因 于是罪账消灭 功德圆满 众生常造恶因 等到出现报应的时候才后悔 想要免除恶果 可是已经晚了 印光大师强调 因果是通三世的 报通三世是种现报 生报和后报 现报是现生作善作恶 现生或福或秧 生报是今生作善作恶 来生或福或秧 后报是今生作善作恶 第三生 第四生 或以后的十百千万生 乃至无量无边节后 才受福受秧 后报虽然迟早不定 但是反所作恶是绝无不报的 转变犹新 比如有人做了恶业 当永堕地狱 长疾受苦 可他后来生大惭愧 发大菩提心 改恶修善 诵经念佛 一边自己修行 一边教化他人 求生西方 因为这样的缘故 现生或被人倾鉴 或烧得病苦或略受贫穷 遭受一切不如意识 这样 先前所作应永堕地狱 长劫受苦的恶业 即在此消灭 佛教从众生平等 和六道轮回的观点出发 提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必须戒杀 既然众生都有佛性 杀动物与杀佛也没有区别 印光大师尊重告诫 在各种罪业中 杀的罪是最重的 他又引用儒家圣人孔子的话 孔子说 最先提倡造作木偶 屠偶 来殉葬的人 这个人将来一定断子绝孙 因为偶然是众生 用他殉葬就断了慈悲的种子 又解释孟子的君子远刨厨 希望大家不要说远离厨房 就可以吃肉了 这是圣人随俗的权宜说法 只有永断婚心才是真理实义 英国法则是圣人治理天下 佛陀普度众生的法 就佛法的道理而言 从凡夫地到佛果 所有诸法都不出因果之外 就侍法的道理而言 不也是这样吗 所以 孔子赞叹周易 开篇就说 积善之家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于秧 积善与积不善是因 于庆与于秧是所得之果 既有影响到一家人的于庆于秧 难道就没有本庆本秧吗 本庆本秧 就是积善与不积善的本人 来生后世所得的果报 这个果报 应当大于子孙们遭受的 于庆于秧百千万倍 普通人 看不到前世和后世 就可以说这样的事情不存在吗 经上说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 洪范是在下朝大于所著 周朝的姬子将它呈现给吴王 书的末后有五福六集之说 产发说明三世因果的意义 极其确切 但是宋时的儒者说 佛说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是为了骗余夫余妇信奉佛教 其实并无其事 这是断定 人死即无 身体朽灭腐化了 神魂也已飘散 纵然真的有措 拙 冲 魔等酷刑地狱 又能向谁用刑 既然灵魂已经飘散 让谁去投胎受伤呢 所以他们断定没有什么因果 然而 春秋传 汉书史记中 常常记载有冤枉被杀者作祟 蒙受恩惠者报得的种种事实 这难道都是前贤先辈 为佛教预先准备好的骗人把戏吗 既无因果 无后事 则圣人遥与报君节都同归于尽 死后没有两样 那谁还肯勤勉地滋滋修持 以求身后之虚名呢 因为实实在在的我已经死了 留下一个虚名对我何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 善得不到勉励 恶也受不到惩罚 这就会让天下大乱呢 佛讲三世因果六道轮回 彻底地阐明了因果的道理 有人说因果是小成 从而不肯提倡 这都是些专世空谈 不修实在功德的人 如来成正觉 众生多恶道 都不出因果之外 怎么能单独视它为小成呢 古德说 一阴一阳之未道 这指的是什么样的道呢 不就是成名合一的道吗 成就是明德 是人们集心本具 不生不灭的妙性 为性德 由于没有刻脊腹力的功夫 性德就不能显现 所以称之为因 明德之上 再加上一个明字 即明明德 是至朝夕晨昏 日日夜夜努力追求 警惕用功 兢兢业业修持的功夫 即是修德 修德之事显著 称之为阳 修德的功夫达到极处 性德就能圆满彰现 成名合一 就是明明德 而只至善 明明德的功夫 为格 至 成 正修 至善的事业 为 其 至 平 然而 成名合一 明明德 而只至善 直到其 至 平 并非是 凭空产生 无根无据的 自然有始知 不能不如此的原因存在 什么是使他不能不如此的原因呢 那就是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人再愚蠢 也一定没有喜好凶祸 厌恶吉祥 以灾为幸 以祸为乐的 听到 积善必有余庆 积不善 必有余秧的话 贤良的人 必定会更加勤恳修持 而不孝的人 也会努力行善 不断勉励自己 久而久之 则恶与消除 而智慧显现 没有过错 而性得显明 虽然过去是不孝浪子 现今却已成为有得闲人 因此 成名合一的道理 对于自己的修持 已经足够了 但是 要用它教人的话 如果不借助于因果规律 就难以让一切人 都依从奉行 把因果与成名 两种法门结合起来 才是圣人顺应天心 所建立的真理 是流传万事而不变的大道 也就是自心本具的 智慧之光 和普照法界的佛光啊 225 《华言经》说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德相 但因妄想执着 不能正德 由此可知 智慧德相 是众生和佛所共有的 即性德 有妄想执着的是众生 离妄想执着的是佛 众生与佛 迥然不同 原因在于修德 修德 有顺有逆 顺着性德而修 欲修欲尽 修到后来 就大彻大悟 虽正悟而归无所得 逆着性德而修 欲修欲远 修到后来 就永堕恶道 虽堕落 而性德 亦无所失 明白这一点 则愚人 可以变为贤人 贤人 可以变为愚人 长寿的 可以夭折 夭折的 可以长寿 富贵贫贱 以及子孙的繁衍灭绝 一一都可以自作主宰 有祸福吉凶依据的 也可以变为无依据 无依据的 也可以变为有依据 譬如山高不可登 有的人由此停步 旺山兴叹 有的人则早言设弃 开出一条路来 那么高山绝顶 也可知道 古今之人 不知随心造业 随心转业的道理 多少大聪明 大学问人 弄得前功尽弃 而且 还累劫 祸害后世 若不修德 即使亲身做到 富甲天下 贵为天子 或者是 为及人臣 声势显赫的 宰相地位 能够在有生之年 不被杀戮 不惨遭灭门者 有吗 难道这些人 都是本不该富贵 而该灭绝的吗 原了凡 就很懂得 随心造业 随心转业的道理 改变了命运 所以 所享受的一切 都不是前因 所固定的了 前因 世俗地称为天 天定者圣人 是讲天命 半点不由人 前因难转 人定者 亦可胜天 是讲命运 不是固定的 通过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的修持 前因 是可以改变的 这是以现在的善因 消灭了前面的恶因 但如果自意妄为 为所欲为 则结果相反 懂得了这个道理 则愚蠢者 也可变得贤良 平庸者 也能够超拔卓越 这全在自己 是否存心修德 以及是否随时随地 从善而已 第六章 论因果 二百二十六 经上说 菩萨畏因 众生畏果 菩萨恐遭恶果 欲先断除恶因 于是罪账消灭 功德圆满 直至成佛 众生常造恶因 想要免除恶果 如同在阳光下 想要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样 徒劳奔走 常常看见无知于人 稍微做了一点善事 即盼望得大福报 一遇到逆境 便说 做善事不得善报 没有因果 从此退心 放弃做善 反过来诽谤佛法 他哪里知道 暴通三世 转变由心的傲制 暴通三世 是指献报、生报和后报 献报是献生做善作恶 献生或福或秧 献报是今生做善作恶 来生或福或秧 后报是今生做善作恶 第三生、第四生 或以后的十百千万生 乃至无量无边节后 才受服受殃 后报虽然迟早不定 但是繁琐作业 是绝无不报的 转变由心 譬如有人做了恶业 当永堕地狱 长劫受苦 可他后来生大惭愧 发大菩提心 改恶修善 诵经念佛 一边自己修行 一边教化他人 求生西方 因为这样的缘故 献生或被人倾鉴 或烧得病苦 或略受贫穷 遭受一切不如意识 则先前所作应 永堕地狱 长劫受苦的恶业 即再次消灭 并且 他还能够了生托死 超凡入圣 金刚经第十六品 能敬业障分说 若善男子 善女人 受持诵读 金刚经 若被人倾鉴 此人先是恶业 应堕恶道 因为今世 被人倾鉴的缘故 先是罪业 即为消灭 当得 阿诺多罗 三秒三菩提 这就是 转变由心的含义了 二百二十七 念佛 虽能消灭过去的恶业 然而必须生大惭愧心 与大不畏心 把损人利己的私心 转为普利众生的菩萨形 那么不管是过去式的 还是现在的所有恶业 都会凭借此 大菩提心中的佛号光明 而消灭静静 二百二十八 人们修复造业 总不会超出六根三叶 六根 即眼耳鼻舌身意 前五根 属于身业 后意根 属于心 即意业 三叶 一身业 有三 即杀生 偷盗 邪淫 这三种事 罪业极重 第一 杀生 学佛的人 应当吃素 爱惜生命 凡是动物 都知道疼痛 都贪生 怕死 不可杀害 若杀而食之 就造了一件杀业 来生后世 必被他杀 第二 偷盗 凡他人的财物 未经许可 不可私自拿取 偷轻物 则丧失自己的人格 偷重物 就会害人生命 偷别人的财物 好像得到了便宜 实际上 折了自己的福寿 失去自己命中 所应该得到的 比所偷的 还要多上许多倍 如果是用计谋取 或者是以权势 威胁强夺 或者是为人 管理财物 作弊贪污 都叫做偷盗 偷盗之人 毕生浪荡的败家子 连结的人 毕生贤良的好儿郎 这是符合天理的因果规律 第三 邪淫 凡不是自己的欺世 无论贤良卑贱 都不可以与他行淫 行邪淫 就是败坏人伦 就是以人生 行畜生的事 献生已成畜生 来生 便做畜生了 世人 以女子偷人为耻 不知男子邪淫 也与女子一样 邪淫的人 必定生不贞洁的儿女 谁愿自己儿女不贞洁 自己既以此事行之于前 儿女秉承自己的气氛 决定难以正而不邪 不但外面的美色不可淫 即使是夫妻间的正淫 也应当有所限制 否则不是夭折 就是残废 贪房事的人 反而不亦生儿女 即使生 也难以养大成人 即使成人 也会颤弱 无所成就 世人 以行淫为乐 不知乐 只在一刻 痛苦 却牵累一生 禀殃及子女 及孙辈啊 以上三方面 都不犯 则为身业善 犯了 则为身业恶 二 口业 有四 妄言 其语 恶口 两舌 妄言 即说话不真实 话既不真实 心也就不真实 就会大失人格 其语 即说风流邪臂的话 让人心念淫荡 无知少年听久了 必定会邪淫 而丧失人格 祸犯守淫 损害身体 其语的人 纵使自己不邪淫 也当舵大地狱 从地狱出来 或作母猪母狗 如果生在人中 当作娼妓 开始则貌美年轻 善无大苦 久则没读性病一发 则苦不堪言 做人性有口说话 何苦畏字 他招祸殃 不畏字 他做幸福呢 恶口 即说话凶暴 如刀如剑 让人难受 两舌 两头挑唆是非 小则误人 大则误国 以上四方面 刀不犯 则为口业善 犯了 则为口业恶 三 异业 异业有三 即贪欲 称惠 愚痴 贪欲 对于钱财 田地 物品 总想通通归我 越多 越嫌少 称惠者 不论自己 是不是有理 若他人 不顺自己意 便大怒 并且听不进他人善意的劝导 愚痴者 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即使读尽世间书 过目成颂 开口成章 但是不相信三世因果 六道轮回 说什么 人死神灭 无有后世等 都是愚痴 以上三方面 都不犯 则一夜善 犯了 则为一夜恶 若生 口 一三夜 全部都善的人 诵经念佛 比三夜恶的人 诵经念佛 所得的功德 要大百千倍 229 祸福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利人 即是利己 害人 即是害己 杀他人的父母 他人 也会来杀他的父母 杀他人的兄弟 他人 也会来杀他的兄弟 善心 侍奉自己的亲人 他的儿子 必然孝顺 善心 侍奉自己的兄弟 他的子女 必然和睦 如屋檐水 后必寄钱 由此看来 孝亲敬凶 爱人利物 都是自己 后来幸福的基础 损人利己 伤天害理 都是自己 后来灾祸的根本 人 即使再愚蠢 也一定没有 喜欢灾祸 屈胸臂疾的 然而 研究他们的言行 其结果 却适得其反 为什么呢 就在于他们 没有遇到明理的人 为他们详细说明 因果报应的道理 和事实啊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怎么才能使天下 大致太平呢 那就要帮助天下的人 都能知因实果 则贪 称痴心 不至于兴盛 杀到银业 都不敢妄为 爱人利物 乐天之命 心地既亦正大光明 则无论走到哪里 无不是光明的前途 230 佛与众生 心体是一 然而佛与众生的受用 却是天地悬殊 这是因为彼此的用心不同 所造成的呀 佛 唯以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度脱众生为本怀 没有人我彼此分别的心 纵然度尽一切众生 也没有能度所度的分别 所以 得福慧具足 为世间之至尊 众生 唯以自私自利 为前提去做事 对于父母兄弟 这样的至亲 尚且做不到不分彼此 何况是对旁人 世人呢 故众生所感夜报 或生到人间 而贫穷下见 或堕入三途恶道 即使能够奉行 五戒十善 自修禅定 得生人天乐处 但因为没有大悲心的缘故 不能直气菩提 以至于福报一尽 仍然会再堕落 可不悲哀 所以 一心想要利人的 正是成就了自利 而那些只想损人利己的 却偏偏是害了自己 二百三十一 天下的事都是姻缘 事情成功与否 都是由姻缘决定的 虽然有操纵成败的人 但其实真正的根本权力 还是在于自己的前因 而不在他的现前缘分上 明白了这个道理 就该乐天之命 不怨天由人了 安于本分 尽职尽责 则无时无处 而不自得了 二百三十二 人生世间 之所以能够成德成才 建功立业 有一才一意 养活自己及家人 权杖文字主持的功力 文字为世间至宝 能使凡人变为圣人 愚蠢的人变为有智慧的人 贫贱的人变为富贵的人 有疾病的人变为健康的人 古代圣贤的修道法脉 得以流传于千古 身家经营的财产 得以遗传给子孙 没有不靠文字功力的 倘若这世上没有文字 则一切势力 就会混淆不清 而人与禽兽 没有不同了 文字既有如此的功力 就该十分地珍重爱惜 我却常见金人 对字旨任意泄污 简直把质宝当成粪土 哪有不献生折福折寿 来生无知无时的呢